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柯自贵 梁锡清老师 赵海老师 彭妙言教授 李景波老师 石明生老师 上台进行2022文旅产业未来发展趋势论坛交流 有请上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老师 请石老师上台 好 我们把话筒交给柯总 各位老师 各位老板 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了 耽误大家一个下午这么长时间真的过意不细 但是这个流场还是要找完的 今天呢我也是被临时尾命做一个算课指示吧 应该不是专业指示 所以我先讲一下今天这个活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场 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看我们宣传也讲了 都是玩着2020年往里赏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也有幸邀请了我们主事论堂的一个嘉宾 我们梁七星会长梁七星会长梁老师 他也是我们广东五美的一个会长 也是在这个整体设计上面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师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梁老师 我们早上邀请 第二个外嘉宾的话就是我们广东五美研究会的副会长 广州光景文化科技的董事长我们赵海老师 也是在这个网里赏业里面是在设计音视频这块 也是比较有名的老师 我们早上邀请赵老师 第三位呢就是我们广东三项当官科技设计会的会长 广州大学教授庞老师 庞妙言老师 也是我们榜地区的一个比较知名当官的一个专家老师 掌声樊教授 还有一个是我们若太舞台安行联盟委员会委员李锦波 播出 这个也是在我们行业里面的老前辈 也是我需要学习的一个对象 他在这个行业的时间确实四十多年 我真的是要向播出学习 掌声邀请播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邀请过来给我们讲课的石老师 也是美国义武国际所记总监十名三老师 也是我们在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一个在中国办事室的一个老师 掌声邀请 很荣幸能和各位专家老师同源在一起进入深入交流的机会 随着新经济大潮下 王山王里融合新机遇与新挑战 发展壮大王里赏业 释放各家对王里赏业发展推进改革丧心的信号 王里赏业已经赏为革命经济的战略性资助赏业 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幸福的赏业属实论坛 主在进行学术探讨汇集发展成果 并探讨后疫情时代王里赏业发展趋势 致力中国王里赏业的发展 好 那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交流的环节 可见王里赏业融合 专心发展受国家政策的辅助 相信 盘教授对于王里板块也有研究 或许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王里环境变化的优势和痛点 我们掌声盘教授给我们分享 大家好 关于这个文旅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近十几 应该是三年一直在推的一个 国家的战略的一个规划来的 大家知道09年的时候 国务院就发了一个文化振兴的规划 然后他提出一句很经典的 推动文化产业作为资助性产业 是我们 那到了18年的4月份 我们中国就成立了一个文旅部 那同样在10月份 我们广东省马上也成立了一个文旅厅 然后后来19年 我们广州是有一个文旅局 所以一连串的下来的话 证明整个国家是一个大的体系 那尤其在国家这个层面上 自从成立了这个文旅部以后 每隔三个月就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因为我一直在很关注这个行业 首先它这种处理方法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 首先为什么要拉动内需呢 尤其现在这几年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去旅游 但是如果市民的钱不流动的话 对整个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它必须要货币流通 那怎么办呢 所以国家就推出一系列的政策 就搞文旅 我们在国内自己又能消费 那你白天没时间呢 没时间没问题 业游经济 所以现在就由于国策出来以后 一直在引导这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也出来了一些爆炸性的一些文旅的项目推出来 但是一段时间国家又有点担心了 因为大家都大记作 你们留意也死了很多 死得很惨的 后来国家又发了一些文件 就总结了一下有几点 一点就是沉浸室 互动室 还有微小的体验的几个要求 意思就是说 不要约风的大规模的上 尤其是那个大城市的千层一面的景观照明 所以现在政府也叫停了 但是那些大的项目 比如说战役谋啊 王朝哥的那个大项目 它有名气 当然有人看了 对吧 如果不是有名气的话 做的又不是怎么样的话 你投几百个亿 十几个亿下去 也是等于 等于没有回收了 所以那意思呢 现在政府也鼓励我们 大家都做一些 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沉浸式的 体验式的 我也能够看见的一些情况 那说到这个事情 刚才东哥就说 我们是不是说说 我们有什么想法 那前两年 我们一直都想搞 这个文理的体验的一个展览 但是呢 由于我还没看上这个形式 就一直没搞 当年的马金就叫我们去搞 规划也做出来了 但是就没搞 那今年在疫情期间 我们在想 那我们还在等吗 再等的话 我也不知道疫情 到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而且呢 现在国际都已经有躺平的那种 又是大感冒的那种处理方法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今年铁定要搞 那不是 也不是为了做广告 所以我们今天 今年在 马金这个展上 做的这个展览呢 我们花了很大心思 投入了很大 我相信 谁都有点退堂股的那种 就到底参不参展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坚定的 主要政府同意涨 我们就涨 所以今天 我自己觉得 我是出福意料 那么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是按照 国家的标准 就是那个指引 沉浸式体验式 小形式 互动式 全部融在里头 就有一些 比较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学生的 创新创业的项目 有一些技术含量 都融进去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也觉得是为政府 紧跟政府的步骤 走了第一步 所以呢 我个人 如果有兴趣明天 或者几天在现场的 可以去我一关一下 也给我们一些指点 尤其我们这些大卡 你们去看看指导性的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 都是十几 二十几个企业融合 有一个主体的设计 进去的 所以我现在 目前情况来讲 还是比较看好 这个文旅 这个政策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 按照这个文旅的政策 在这么好的 利好政策底下 来做好我们自己的 一个本质的工作 为这个行业 做出一些贡献 好吗 谢谢 好 那感谢 盘教授的分享 盘教授确实 对我们这个行业 还是比较 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包括这次王里长的话 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切 来去做这个大的展位 但是疫情来了很多年 在讲 在退出 但是他坚定 只要我们做好了 一定会有观众 欣赏我们的作品 所以也邀请大家有时间 这几天的展会 到我们的王里 那个展厅去体验 好 谢谢盘教授 那如何建设 既有特色 成功 输出文化 既有记忆点的 旅游景点 那下面我们邀请 我们梁星青老师 为我们讲解一下 在舞美 在跟我们的 整体设计 在我们景气里面 的一个概念 做一个分享 好 展上有请 好 大家好 都挺辛苦 做了一个 有的做了一天了 差不多 那么也可见 这个活动搞得 还是非常的有效果 大家才能坚持 做到现在 刚才我致词的时候 露了一个 就是在这儿要代表 广东舞台美容研究会 感谢这个 耀娜 为这次筹办的 这样的一个 交流会 也非常有意义 对未来也 我们的这个 行业的指导 我觉得这次都会是一个 很好的 这个工作 刚才呢 当然柯总是 讲了好多 刚才他们也介绍 产品 我也仔细听 他这个 耀娜 不光是 很注重工艺 注重这种 社会上的 行业的一些 工作 他本身的产品 也非常出色 看到全世界 都在用他的产品 另外这些年 也给我们 广东舞美 合作 也就是无私的奉献 在这儿我就借这个平台 感谢这个 柯总 感谢 亚娜 确实你们为我们 这个行业 为广东舞美的 发展 做出了很多 努力 当然在座的 也有很多 企业家都支持我们 再次就一并的 感谢 讲到刚才 这个话题 实际上呢 说文旅的发展 趋势等等 我觉得 这话题 还是蛮大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也从事 这个设计 文旅工作也做了 也相对 也很多年 就说 当然做舞美设计 做了几十年 但是文旅实际 为什么我说这个话题 大 也不太好讲 因为它是在发展中的一个东西 我们文旅 刚刚文旅部刚才那个 彭老师讲 是18年成立的 对吧 这其实都是 比较新生的一个东西 当然这有好处 就是我们做舞台美设计 就是我们做舞台美设计 一个小剧场 大剧场 那么把我们这些人都弄得 现在都变成了一个 文旅的这样一个 创作者 参与者 你包括张艺某也好 王超哥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从小舞台 走向了这个 大的空间 这个文旅就是 变换了我们的角色 实际上我们做的 还是一件事情 只是这个思考的方式 受众体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观演的关系 我们面对的这个场景 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也带来一个 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这种耗资巨大 是吧 前些年我们也看到了 耗资巨大 然后呢 不知道何不合适 这种假大空的东西 就是无限的堆砌 无限的人海战术 那么这些东西就造成了 其实现在看起来文旅 为什么除了文化旅游部 原来文旅做的就是 没有文化 所以说 就造成了这个 国家的一些资源 企业的资源 全部浪费了 实际上都没人看 包括现在此时此刻 还有这样的项目 投资的相当巨大 我不能说明 但是现在全部在 瘫痪在那里 当然跟疫情也有关系 那么总之 它这种投入方向呢 国家已经发现是存在问题了 当然我们也是一个 使作用者吧 我们也参与了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是跟着政策 跟着形势走的 现在的文旅呢 我觉得现在恢复 逐渐逐渐冷静了 那么就恢复到小耳精 像刚才那个庞老师讲的 就是说 一些沉浸式的 一些包括我手里 今年也有几个 都是关于 这个乡村 关于这个特色小镇 红色题材 它都沉浸式的 又特色的 然后呢 都是带有这个地方 特点 就是有在地性的这种东西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 简单的这个堆砌 或者说是移植 就很多小镇 一看这边 有有好东西 太移植了 就像我们前些年 搞了很多类似 地斯尼的东西 它会水土不服 因为我们的欣赏习惯 我们的审美 情趣 和我们的这个文化 其实都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 这个水土不服 很多地方小镇 搞了个欧洲小镇 我记得我去客家那边 去参与几个项目 什么美国小镇 法国小镇 一个乡村 一个一个一个 很中国的地方 搞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不是不好 也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这个 免得出国了 但是 还是带来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今天呢 逐渐 政府 和我们从业者 逐渐都回归到了 当然那个 通过那一段的历程 回归到 比较冷静 比较理性了 那么现在投资 当然大投入 这种东西 未来也越来越来越少 然后呢 就是 更切实际 从我们的设计上 也是要从 真正的生活 从感人 作品有 生命力 有内涵 有什么 从这方面去 出手了 那么前一段时间 不是 只要好东西 只要炫 只要 薄眼球 这些东西 全部出来 其实人很快 就疲劳了 艺术创作 就是这样 一重复就疲劳 所以为什么说 艺术它存在于 存在的价值 就在于 它的个性 它的专属性 它的唯一性 如果这些都失去了 那个就 就不叫 艺术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企业家们 实际上还可以看好 现在实际上 刚才 这个彭老师说了 国家实际在导向着 这样的一个 文旅的一个创作 那么这个 这样的 未来 现在受疫情影响 未来还是会 很大的突破 现在 从我个人的 参与和经验来讲 蓄势待发的 这种项目 其实很多 只是大家 就是有一点 对前面 这个疫情的状况 没有人能够 准确预测 所以 大家就说 蓄势待发 都是在 像我 很多 我估计赵海老师 也都在创作当中 但是什么时候 投入进去 什么时候 弄 那么就根据 疫情的情况 来推动 所以我想 大家在这个期间 练好兵 磨好刀 我们就准备 那么它下一轮 有这样的一个 井喷室的时候 我们有准备 是吧 不要浪费 这段时间 我觉得这段时间 是一个好的 当然从疫情是不好 但是对我们来说 创作我们冷静思考 我们蓄势待发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时机 所以现在企业 有时间研发 是吧 刚才我看 几个企业 包括德士达 什么都 都 研发了很多 好的 产品 所以说 期待 大家 看好未来 希望疫情早日 过去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后边还这么多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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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感谢梁会长的 精彩发言 在从梁会长的发言之中 我总结到一点 他就讲到一个 从以前的 那个 很多景象 因为新喜的往里 做了很多一些东西 但是后面在落地的过程中 不 不太现实 所以 现在的话 相对干家 现在的往里市场 我也看得到 确实是 干家接地戏了 干家可食烧了 所以 这个 我也是 不要看好往里市场 只要我们 把刀膜过硬 我相信 居易 总会留给 有准备的人 这个是我送给我们 做产品 做设备的 同学们 接下来 我想邀请 赵海老师 堂堂当官 视频 在现在的运用 和以前 相比 有什么 显示的变化 因为这几年的 确实在整一个 视觉的一个变化之中 是我看到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 而且 越来越震撼 所以我们现在邀请 我们赵海老师 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一个 知识 刚才那个 李老师和 那个 那个 彭教授 讲的 从宏观上面 讲我们 现在的文旅 那么呢 关于 刚才也说 这个光影这块呢 其实 我可以 属于 技术板块的 我 我现在在 接着他们的话题 再说一下 目前 就是我们国家 现在的 文旅的一个状况 其实无论是说 文旅从1.0版本 到2.0版本 然后呢 我可以这么去增结 它现在是两个极端 我们呢 还是体现在 从一个光影技术的 炫来展示说 这就是文旅 这就是夜游 那么另一方面呢 变成一个 巨大的一个演出 那么这个大的演出的话 其实 它也不叫 真正的文旅演出 我们不会去 到一个地方去 完全去看一个 巨大的演出 我在想 我们现在的话 应当是缺少一个 中间的一个模式 我们要让 光 在讲故事 景观在讲故事 影也在讲故事 这个三个方面 才形成了一个 真正的一个 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我们现在的体验的话 互动 其实这是中间的一部分 因为任何一个景区的话 你首先要有一个 准确的文化定位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全国各地 很多地方 这个夜游 它没有差异性 就是看到你这地方 好的 它也学来 真正的先在每个区域 要有个准确的文化定位以后 让每个区域的 讲这一样的一个小故事 因为这几年我设计的几个作品 我主打的是叫微演义的概念 其实微演义的概念上最初来源 是我在舞台剧創造的当中 我算是应当是比较早地就使用演员的表演的抠像 但是怎么样把它植入在演出当中 让人家看得不要是在放电影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看到很多的景区 我先说一下这关于这个载体的使用 基本上都是投影投在墙上 那么投影要不然就是LED屏 要不然就投在一个或者建筑上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呢 这个就需要我们在景观设计的时候 如何将景观跟舞美结合起来 让在一个立体的空间内投影 而不是说我只是投一个平面的载体 如果投一个平面的载体的话 特别是我们近距离的观看 其实你还是要放电影 看电影 很多人说我们都在看一个三维动画秀 三维秀 特别是韩国的这个一个折叠屏出现的 其实你近距离看一下 你根本看不来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近距离真实地看 其实要从一个舞美的材质上去解决 但是这是恐怕是 目前是一般的景观规划师 或者是设计师他达不到的 因为他没有通过这方面的实验 要如何通过灯光 材质 就是呈现一个立体的空间 在立体的空间再通过一些投影组合 再通过演员表演的组合 我可以说叫 我的定名称叫魔术 就像很多年前我们看到 那个美国的一部音乐剧 叫《人鬼情为了》 这部音乐剧获了十几项大奖 其中里面就是将表演 光影 影像 巧妙的融合 达到了一个魔术级的效果 其实我们现在的文旅的话 是缺少这方面的设计 其实这个需要设计师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慢慢地提升吧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从事这方面的 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公司 按照常规式的设计 都是在复制 我一下说一说多了 感谢赵海老师的精彩分享 让那也在不少网里行业的案例 很多场景是要用行家来做整体的结构 波书在这个安闲结构 也是做过我们这个行业的老专家了 所以我们想听一下 波书这边对我们的一个 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吗 波书 谢谢各位 这很多都是经营啊 我讲落地一点啊 文族文族方面呢就是 我的想象就是把个舞台 我把那个比方一个城市 城市的景观 等于一个很大的舞台 这等于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舞台 去处理这个问题 刚才你讲了 就说这旅途看不到东西 就外边看了 哦 原来整个广州市 整个都是一个大舞台 一个这个山一个景的舞台 这个是文旅一个创意的一个 但是这舞台里头呢 有些我们就是搞眼术呢 就是有一些先有些要求是什么呢 比如一个顺略眼术啊 就是现在那个道元啊 灯光啊 要求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求是多少都是吨 放在这个眼术里头 重量有些什么效果啊 什么灯光音响都放在一个 一个整体那个演出 范围里头 这个范围里头呢 就是很多是 比方以前都是十十吨啊 五十吨啊 现在要求到一百五十吨 一百五十吨不是开玩笑 是一条腿 怎么等一百五十吨放上去呢 不是开玩笑 这个这个 不是一般处理得到的 这个可能要跟那个 因为我们从那个 那个 道元要求的创意 从 艺术 改到技术方面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 有一个深度去 这个安全问题 这个其实是很广的 从那个 那个 风方面面 安全方面的事 比如说 电啊 高空作业啊 怎么落地处理啊 就是 设限那个 道元 道元要求的效果 比方那个 特别效果 比方一个喷发机 不小心 到了 喷到主石里头 怎么处理这个安全问题呢 这个很广泛 主要是我们都是要 要很小心地处理这些 一些安全问题 我要讲的 大家是 是 知错上都是 每个人都要留意一下 这个安全问题 特别是我们 生产一些东西 好像 做制作一些 一些 创意的东西 要考虑很多 世界的一些问题 比方 我们站在舞台上面 很多危险的东西 比方这个 信仰台 有一个 有一个效果 突然这样 空间就这样下去了 如果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外 对 人家 每天 每天作为我们 一个工作人员 一个工程人员 一个技术人员 必须有 带姐帮 比如演员 和道元 跟我来 离开这个安全地方 不能乱跑 一灯就关了 乱跑 掉落坑里头 掉落 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我们就有 责任 执行 要是有 有一个医务 必须带姐帮人 要离开 不论她去跳舞的 歌声好 演员好 什么都 跟我来 我带你出去 安全地方 这个很重要 这个 这个 我讲的是 有些 我们的 每一个人都有 陆地一些 一个 那个 想法 我讲的是 差不多 就讲得到 谢谢 好 感谢波叔的精彩分享 其实波叔刚才讲的一个 我非常有一个 体会 确实做一个 做一件事 不难 但是 想做好一件事 确实是很难 特别是在 在这个 安全的一个方面 有计划怎么讲呢 不发一万 主发万一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做喜业也好 做工厂也好 做演示也好 安全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应该是 时刻 消警 警钟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我们 邀请我们 今天的一个 石老师 对一个 比较有实战派的一个老师 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无论是在工厂也好 还是那个 演示也好 都离不开了一个 高空作业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里的话 就是说给我们 分享一下我们 有哪 在网里板块 我们 需要怎么去配合 好 邀请石老师 好 通过上午的这个 演示 实际操作 包括下午这个 然后我们 也要做 更多的一些工作 是帮着我们 这些艺术师们 呈现出这一个 舞台效果 也就是所谓 我们主要是 做舞台技术的 可能咱们在座的各位 也是 灯光啊 音响啊 这些 包括我们高空啊 包括我们这些 舞台技术 咱们的 目的是 一样 也就是帮助我们这些艺术老师 导演 这个艺术团队 来呈现出 他们想要达到的这些艺术效果 当然了 我们的工作 工作标准 或者是说我的理念呢 是四个字 安全 高效 首先安全是排在第一位的 你不管是生产也好 或者是说演出也好 现场也好 一些主题乐园 一些小的剧场 大的剧场 都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保证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演员 每一个观众 和我们团队 每一个人的 这些个安全 在平时的这些 施工现场 或者是说运营 运营的现场 它有不同的 这一个安全理念 比如说 在初期施工现场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严格的 按照我们的PPE的穿戴 从头到脚 安全帽 安全背心 我们的防护眼镜 还有我们的铁头鞋 防砸防刺的这些鞋子 OK 如果是到了运营期间呢 我们可能就把反光背心给去掉 或者说我们的眼镜 防护眼镜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切割 没有油漆这一类了 地上没有一些重物的搬运 没有一些铁丝啊 铁丁啊 我们也可以就把我们的安全鞋 给换掉 但是呢 换掉并不代表我们不再去注意安全 其中许多的一些 维护的时候的一些挂牌上锁呀 一些安全责任到位呀 以及上班打卡下班 签到 我指的这个打卡签到是 你到高空 或者说你做一个特殊行业 比如说你在维修一些电器 一些机械 一些有充成 有气的 有气压的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管理到位 安全第一 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伙伴 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注意有没有挂牌上锁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标记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做一个高空 这个时候下面我有围栏 可能有一个标识牌 上方有人在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绕行一类的这些东西 这是一些具体的 然后呢 我参与之前的这些项目呢 我们也遇到过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 包括我们的刷子架啊 音响啊 灯光啊 这些吊挂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是在一点一点积累经验 也希望我们的行业内的这些老师们 这些优秀的从业者们 我们有更多的探讨 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 我们呢 也逐步的实现一个行业标准 比如说刷子架 我们有要有一个具体的数值 比如说我们的垂坠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刷子有很多种连接方式 有些是插销架 有些是用螺栓来连接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 到后期的我们更科学 更安全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个行业的标准 比如说我的螺栓 用的8.8的 用的10毫米的螺栓 我们接下来呢 扭力要达到多少 这个扭矩要达到多少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行业标准 不会说前两年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小故事 我在安装一个投影机的时候 是两个钢片对接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问了制作商 我说这个螺栓要达到多少的扭力 他说扭紧就行了 他告诉我扭紧就行了 我说好 现在你来看 我来扭紧 当我扭紧的时候 已经变形了 我说来我一个同事来扭 当然他比较瘦弱一点 他也觉得扭紧了 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没有变形的 所以我 当时我就问甲方 我说你这个扭紧 我们现场有十几个人 你是以谁扭紧 为一个标准的 我扭得很紧 他扭得也很紧 另外一个人 十个人可能有十种力度 去拧这个螺丝 对不对 然后都有不同的方式 你告诉我的扭紧 他已经变形了 后面呢 从这件事 我们就想到 以后的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一样 生产出来 一种产品 或者是说 我们想要走得更远 或者说我们要达到 更高的一个国际标准 我们是需要考虑到 每一个细节的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纸面上的东西 或者说 我们给到 购买方 安装方 或者是消费者的时候 能够很明确的 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就比如像说明书一样 这个架子我应该怎么装 这个灯我应该怎么装 螺栓 螺丝应该怎么扭 这个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标准 我想 这样才能够更安全 更高效地去完成 或者说完成我们 艺术老师这边的 艺术呈现 所以说 咱们在座的 共同努力 打造一种 也算是工匠精神吧 我们更安全 更高效 让这个舞台变得更精彩 好吧 谢谢大家 石老师不亏 是高空作业 还是实践派的一个 丰富的一个 给我们分享的一个 干货忙忙 但是我这里的话 我也作为一个 接着他这个话题 我也想讲一下 个人的一个 对这一块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想法 对我们协会的一个建议 其实的话 因为我们 绕纳做两年的话 是在国外 国内都有做生意 但是相对国外的话 标准是比较清晰的 标准就比较清晰了 你什么样的架子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还有你对这个产品 他所有的要求 都非常清晰 给到我们的一个制造商 所以我们按照 标准的干事就可以了 所以做事的事情 我们也放心 现在呢 阁内的话 应该也在做 但国外的话 我们可以借鉴 因为国外的 基本上很多 标准的制定 是在行业协会 里面做出来的 那当然我们 现在国内有很多协会 也有在落实这一块 例如在产品应用模块 在产品的榜上的标准模块 也有在做 我也期待 我们国内的 学会也好 或者国家层面也好 能尽快把这个标准注定出来 这样子让我们大家 在做成品也好 做项目也好 心里也更加踏实 这里的话 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话 就接近尾声 我想问一下 几位老师 还有其他补充吗 多说 那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今天的时间 也是耽误大家 不要多了 所以 今天的一个 论堂 就到这里